我是大东北 昨晚呢 我跟那个粉丝大哥吃饭的时候 他会推荐的一家店 走咱们去找一找 看什么样 就是肠门市的一个 湖姬酱肉 这老头叫胡运仓 我都55了 我爹就骑自动车 上过他家 不到人家开桌 他家住的小平房 他家就卖一上午 从早上半点半开门 到十点半 人家那东西卖没了 他家主要查这个 鸡丝丸 松儿小肚 全国最好 你就查着人家的 那个 松儿小肚 你就比不了 吃完了你就不用吃别的 到了 叫胡迹真木头 我这台点呢 挺有年代感 是桃园路上的 胡迹真木头 就是他家正宗 走吧 我那天去了 我那天去了 您做什么呢 我这吃 我这吃 我这吃个热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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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尝鸡丸 看一架几次 肉挺多的 对 它主要肉多 应该没有啥淀粉 其实你猜我想起啥了 这配点小酒是没致了 这是早餐 这是早上 晚的早上啥时候 你想喝呀 那你这熏煎不配的小酒 不配下这啥 是是这么回事 但是应该你用老娘说说大早晚 这喝几次 啥事就管 你看他管得了 你看他管得了 这次你说领他除了呀 这是最大的错 我这点酒 这样那个 大早上你少喝点吧 你看我到酒 你是不是馋了 你先喝点 馋大人 我还得开车呢 要我先少来点 一会咱们吃完饭 下沙热鸡开啊 你说这啥玩意做的呢 到嘴里就给劲 就给劲呢 你就说你 他的基础卷 纹润其实真香啊 油光增亮 外边是蛋皮吧 真香 这个主要是把猪肉馅 肥瘦相煎的 他家的鸡丝卷啊 可以说是绝世鸡丝卷 绝世了都可以 你再吃口小肚 哎 尝尝小肚 他味就不压 他家肉确实不少 但他家小肚不是松人的 来把肉三鲜上来了啊 这个吃这个罐头包啊 挺有讲究的 轻轻提 拿过来啊 拿勺接着 为啥拿勺接着呢 罐头包罐头包 里边汤汁非常多 你怎么好咬一口 把你舌头那给烫坏了 小心点啊 看他家多不多 哎 哎 挺多 嗯 嗯 大虾仁 这么大大虾仁 这有大虾仁 马上吃大虾仁 嗯 这有大虾仁 真挺好吃的 他家就要真不同 确实是宇宙不同的 吃完了 我们一共花了九十九 确实挺好吃的 来尝尝的朋友啊 可以向他家品尝一下 他家在桃园路上呢 估计真不同 记住了他家的总店 好了啊 记住关注 拜拜 拜拜